大家好,我是全腦,歡迎來到玉米江湖 那今天我們來談一個應該很早期的時候介紹但是一直忘記 那這陣子剛想起來,所以今天來實測一下就是我們傳攻系統 今天會來介紹一下傳攻系統的機制還有哪些武學不能傳攻 那最後的話再把我的點墨劍法傳給我們江哥 今天來做個介紹跟實測這樣子 那這個遊戲的話,我們每個人不管是主角或是水蟲都是學武學 那重點是學武學,這個很多武學其實是唯一性的 那如果不能把它傳給別人的話,其實它是一種損失 而且你會發現你的角色的武學到後期越來越少 所以這個遊戲它有設置我們的傳攻機制 那最主要是改變一下大家的一些武學搭配 因為有些人可能學下去之後如果不能改變 那他整個的玩法就很固定 那或者是你希望有些角色可以快速學習某些武學 因為學武學是需要堆修為的 像比如說如果你拿到一個武學的秘籍的話 它基本上它會附帶一些條件 比如說你要全法修為加多少啊或多少的時候你才能學 那如果這些修為太高的話 如果你的新角色剛進來,你的新水蟲剛買 那他沒有那麼多修為的時候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靠傳攻直接傳給那個受攻者 那他就可以直接使用一些正派武學啦或上層武學 可以直接使用這樣子 好,大概是這樣 那傳攻的話直接用我們那個危機的一個大佬們整理的資料 喔,這個叫非常詳細 那有機會的話大家可以來看一下這個傳攻機制 在這個我們燕獄江湖的那個Wiki版上面就有了 那他有一個很詳細的介紹,大家大概介紹一下 然後等一下就來實測一下我們把我們 書念學的點墨劍法傳給別人的那個方式是如何 OK,那前的部分就是 這個傳攻其實機制是很不錯,因為它不是複製喔 它是不是屬於複製貼上,它是屬於減下貼上 所以假設你這個角色,假設我有學我們的 假設我有學我的太驅神物刀 那我傳攻的話是把太驅神物刀整個轉移到別人身上 那我本身的這個人他的太驅神物刀就沒有了 所以它是屬於減下貼上的複製,它不是屬於複製喔 所以那個整個武學還是屬於唯一性 只是說用的人不一樣 那傳攻者他可以把它轉移到我們受攻者上面 那方便給大家託個搭配啦 因為你可能傷刀玩膩了,無瑕棍玩膩了 你就換著別人玩這樣也OK 那或者是後來有新的水蟲比較適合的話你也傳給他這樣子 好,那傳攻的攻勢等我來介紹一下 那也不用想得那麼複雜,就直接查表就可以了 OK,那最主要這個是 傳攻的計算攻勢最主要是我們傳攻者的武學的月曆的消耗 去乘以你的傳攻效率 等於說我受攻者會獲得月曆 那再用這個月曆去定義你的傳攻到時候 你的武學的那個階級是到哪邊 那講簡單一點就是 簡單說啦,他舉個例子 比如說如果你要傳 因為傳攻你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傳 百分之百傳的話,他是 除非你用元寶 要不然的話基本上都會有一些損耗 那他的損耗就是 那個取決於你的效率 那等於說,簡單說如果你的武學 假設你是六重三格 那當時的消耗的月曆大概是三萬多的話 那傳攻效率假設你只有20% 等於說你傳過去之後 那你的月曆大概是7630 就是三萬多去乘以0.2 傳完之後 這個的月曆落在,看落在哪個階級上面 他就落在那個進階三 從第二格到第三格 所以傳過去之後你就是三接二格 簡單說你就是從六接三格 直接傳到三接二格 代表你的效率比較低 所以他會整個去掉 就是你的武學的階級會往下掉這樣子 那重點是他傳攻的部分 如果是N重 假設是五重三格 跟N加一重0格 就是六重0格 假設啦 如果是五重三格跟六重0格 其實他不會有消耗月曆的那個形式 簡單的意思就是說 假設如果你 假設 如果我這邊點滿那個 七重 欸這邊是幾重 四重 四重三格的話 我這邊按那個升級 然後升級到五重0格 我的月曆是不會多消耗的 我會消耗的只有時間 那消耗時間的情況之下 我的月曆是一樣的 所以 他這個 公式 只看我們的傳攻消耗的月曆 再加那個傳攻效率 不看你的時間 簡單說 五重三格傳下去 跟六重0格傳下去 你傳下去的階級會是一樣的 那簡單說就是 你這邊兩個傳上去 假設等了四個小時 這個四個小時就是白搭的 所以如果你要傳攻的話 建議是在那個幾重幾格 不要往上升之後才傳 因為這兩個的月曆消耗是一樣 所以你的前面的這個 武學升級的時間就是浪費掉這樣子 好 這是比較 那個一個重點 如果你要傳攻的話 你就要點到某 某重三格就好 你不要再繼續往上點 往上點你還傳過去的話 其實這個時間是浪費的 好 那是保底機制 那他就想說 有些滿重的話 你的受攻者的修為是需要多少這樣子 那最主要 幽州的話有一個150元的元寶 傳過去之後是可以直接傳的 最終只會掉到當前的零格 如果你是十重三格的話 最多就掉到十重零格 那如果你是十重零格去傳的話 那就是無損 所以很多武學的話 有些人 學到十重的話 他不見得會把最後那三格點滿 就是最後這三格點滿 他就放在這邊 如果有需要的話 再傳的話 你就是 不會浪費掉這些月曆 所以是比較方便的一個做法 如果你未來的武學 會需要在那邊到處替換的話 建議那個十重的三格就不要點了 好 這是查表的部分 就是那個大佬們去統計我們 每一重的進階上乘正派武學 跟每一重 每一格消耗的月曆大概的那個數字 可以參考一下 那最主要計算方式 效率的話就是 受攻者的修為加1 去乘以那個傳攻係數 呃 傳攻係數 再乘以0.01 這個0.01就是趴數的意思 然後係數的話就是上面 進階上乘正派武學都差 都不一樣 那野外武學跟門派武學也都不一樣 這樣子 好 這是那個大概的重點 再來 那個前面都不用管 因為反正 那個功率 效率的部分 公式大概就寫在這邊 那 他們已經幫你算好了 只要你的修為在進階武學在30的時候 你的那個效率就會是最高 這樣 那上乘武學的話是60 那那個效率會最高 但是 用這公式算感覺又差一點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 他們 講法的話大概是這樣子 那依照以效率最大的方式講法 簡單說 你的受攻者的修為 如果你要傳進階武學的話 就是建議你的 受攻 受攻者的修為要大於30 那你的效率才會是最高 那上乘是60 正派是120 所以如果你把一些正派武學 直接傳給比較新的水蟲的話 你的效率會比較低 掉下來之後 你的月曆要重新再點 這樣子 好 這就是 傳攻的對應表 這是比較方便 大佬們已經有做出這些表格了 就是 幾重 就假設90%的效率的話 一重零格就會掉一重零格 那 十重滿格就會掉到十重一格 這樣 每一個 上乘是85 然後正派是80 所以大佬已經幫你算好格子了 所以等一下我們今天會傳我們的點墨劍法 我們的 書念學的點墨劍法 想說傳給那個 江哥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點墨劍法 點墨劍法其實很好用 因為他有一個 那個控制的一個技能 他可以麻痺 他可以那個 讓人家比較 控制的一個技能這樣子 那他是十重滿格 今天來介紹一下 他是屬於 一般武學 一般武學可以 一般武學可以傳嗎 如果不能傳的話 我再傳別的武學這樣子 好 OK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就去幽州吧 去幽州去傳攻這樣子 那 再來介紹一下好了 啊 對 忘記提醒一下 這個遊戲 總共有四種 算是四類的武學是不能傳攻的 這個遊戲不是所有武學都可以傳攻 介紹一下 總共 第一個鐵砂掌 鐵砂掌是不能傳攻的 鐵砂掌是屬於微信 而且不能傳攻 所以 一開始學鐵砂掌的時候 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的角色這隻不會用的話 鐵砂掌就不要給他學 像我給田哥學之後就再也不能用他 所以鐵砂掌的話是很好用的一個角色 很好用的一個技能啦 其實他的傷害低 但是 像你打那個洩陰陽的時候 如果你需要一些很機車很會閃 或是很會很痛或是很難打的角色的時候 控制技能就會是你個不錯的那個選擇 所以鐵砂掌這個是不能傳攻的 所以這個要記得一下 然後再來是寒冰爵 寒冰爵是不能傳攻的 就是我們的 如果你是有拘魂格的話 那你就會去選寒冰爵 這個玩意也是不能傳攻 所以要記得一下 這個東西 要學的話就是給你未來的劍水 會需要 就是長期看是誰用 換姜哥用啊 或是月融用 那他的話是只能那個 唯一 而且不能傳攻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雪煞弓 雪煞弓的話是一個比較早期的一個內弓啦 去那個收屍體收來的 那 他不能傳攻也沒有關係 因為他也沒什麼太大作用 後期也會被換掉 只是說可以增加一些修為這樣 再來就是門派武學 門派武學是不能傳攻的 我不能把大光明神拳傳給我們三哥這樣子 那門派武學就只能主角來使用 那其他的話都是 水蟲的話都是用野外武學居多這樣子 啊不是 是他只能用野外武學啦 好 所以 傳完不能傳攻的武學之後 那 等一下 先在幽州看一下我們的那個 元寶水蟲是怎麼傳的 那我就先隨便點一下好了 因為只有幽州才可以用元寶的那個傳攻 其他的部分的話 都只能那個用一般傳攻 那我假設一下 假設要傳那個 鐵墨劍法這樣子 好 那假設是這樣子 然後你就按開始傳攻 他會問你 這個元寶那個 150 花費150元寶 那會消耗三級 簡單說就是會從我們的 十級零層 十級三層 會掉到我們的十級零層 就是一開始這邊寫的 他那個寫說元寶的話 那會掉到當前的零層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幽州才有的 那如果你等一下去的話 你就會耗費150元寶 那如果你不要的話 你就去一般的那個 去一般的那個武館 一般的武館 我們去我們的洛陽的話 來看一下 洛陽的一些其他武館的話 就可以直接那個 用十兩銀子去做傳攻的部分 好這邊有練功法 然後一樣開啟傳攻 這就是一般的傳攻了 那假設我們傳攻的是 書念學 傳的是他的點墨劍法 然後受工者就是我們的姜哥 好 姜哥那一樣 十重嘛 然後劍速一百三 那傳攻 十兩銀子 然後耗三層這樣子 好傳給我們姜哥 喔帥耶 傳攻中 好點不見法 直接上升到十級 然後有個疲勞 所以他們兩個會無法 喔他 無法帶去傳攻就是沒有那個CD時間啦 那如果你是用元寶的話 那就是沒有這個CD時間這樣子 好 OK啦傳過來了 然後 這樣我們的姜哥應該就有我們的 點墨劍法十重 但是你看到他就沒有那個嘛 十重三層傳過來就是十重零層這樣子 這就是他的那個 你的效率如果是最高的話 他基本上傳過來的那個 差異就是在這邊 那你要的話你就把它點滿 只是說這個是一般武學 一般武學的話就沒什麼差別 然後點滿之後你可以直接傳過來 然後他就可以直接來用 他的劍速武學的話就會比較高一點這樣子 好 這就是整個的那個傳攻的一個系統 還蠻有趣的啦 前期其實用不太到 要等到中後期之後你的角色 有些人假設譬如說劍髓 劍髓的正派武學比較難拿 所以有些人可能會把姜哥先玩刀 玩刀之後等到你劍髓的那個劍法拿到之後 正派的劍法拿到之後 你要把它傳給他 直接把它弄成劍髓 那你就要用傳攻的方式 那用傳攻的方式的話 你的那個一些 修為可能到不了 那你可能就用傳攻的方式 直接讓他強制先學一些正派武學 之後再補修為就好了這樣子 好這就是我們正派武學的一個介紹 有需要的話都可以那個 那簡單說就是武管 普通武管的部分 都是用十兩銀子在傳 那消耗率會比較高 那優州的這個元寶 元寶替換的話 那個效率會最大 但是你就是要花我們的150元寶 但是也不會有這個疲勞值這樣子 好大概是這樣啦 這就是傳攻的系統 如果有需要的玩家可以試一下這樣子 那記得那個優州是花150元寶 要看清楚 這個玩意很貴 所以那個十兩銀子的話 如果你的月力夠的話 可以用十兩銀子 150元寶的話 有點傷這樣子 好大概是這樣 那今天要不要賣 喜歡和支持一下 我是宣老 感謝收看 下次留言再見 再見